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前两天有个朋友问我关于钓黑鱼的问题 今天这个视频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几年来钓黑鱼的一些经验和感受 希望给那些想要钓黑鱼的朋友有些帮助 那么我们先来谈一谈钓黑鱼的季节 黑鱼一般的情况下在华氏40度以下它很少进食 也就是说冬天要钓黑鱼非常难 除非有一些特别暖和的天气太阳特别好 在下午的时候你要运气好偶尔能钓一两条 所以一般情况像在马里兰附近 大概要到三月份开始才是钓黑鱼的季节 我现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了解到的那些黑鱼的生活习性 那么第一个黑鱼的习性就是它黑鱼一般喜欢待在一起 就是它们会scoot together一个group 就说你要是发现一条钓到一条 通常情况下面 周围肯定还有这么一个黑鱼在附近 所以它是一个喜欢群居的那种鱼类 那第二个特征是在早春的时候 在春天的时候大概三四月份开始吧 这些鱼如果生活在下游的话 它会逆流而上 不知道exactly的原因 但我觉得很多鱼类都有同样的特性 它去产卵就往上游走 那黑鱼非常明显 它在早春的时候它会逆流而上 有些湖泊 池塘 咱们不讲 就是在一种小的那种creek 它不是每年都有黑鱼 我知道在Potesco River 其中有上游有这么一段 每年在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那段时间 里面有很多很多黑鱼上来 它们都会江泡往上走 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它就没有了 它就走掉了 所以这个黑鱼有 如果是在河流和小溪附近的话 它是一种migrate的那种鱼类 所以如果你在某一段时间钓到鱼的话 不一定所有时间它都有这种鱼 但是你在那个池塘里或者什么 那就是different story了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黑鱼喜欢有水草的地方 有vegetation的地方 还有比较地暗比较近的地方 我画了一个大概的一个草图 假如这个是个池塘 池塘这个小水沟 然后流到那个池塘里面去 这些都是水草 水草如果这边有lily pad 那么最有可能出现黑鱼的地方 往往往都在这个附近 这种附近 还有这个附近 靠近lily pad 像这类地方是黑鱼最喜欢呆的地方 静岸有vegetation它可以有水草它可以ambush它可以躲在附近 其实我钓到很多黑鱼 90%都是在静岸这么一两公尺之内 也就是五六个feet以内的那个水鱼里面都放得很近 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如果你在水边注意观察的话 那个黑鱼它会从水下面钻上来 钻到水面吸口气马上又钻下去了 这个特征也是非常特别 其他的鱼好像很少有这种现象 你要注意观察的话 在水上突然有个东西冒上来就下去了 一会冒上来下去了 那就说明黑鱼就在附近活动 这也是个非常good sign 如果你就可以在这边附近来试一下钓黑鱼 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个人观察到的一个细节 我没在其他的所有的文字上 或者是往youtube video上看到任何人提到过 就是每当黑鱼张开嘴巴吃东西的时候 它会在水下面冒出来一串很小的气泡 就像在水下面有个可乐瓶子打开了 气突然冒出来 这么很小的小泡泡 大概有个几十个这么湖一下上来 我是怎么注意到这个现象呢 因为我都放得很近 然后我用live minnow钓那个黑鱼的时候 发现我的那个浮标附近突然有一串泡泡上来 紧接着浮标就走了 爬上来就是黑鱼 几次以后我就realize 黑鱼吃东西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就冒这么一串泡泡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你观察那个静暗水 突然下面有一个小泡泡泡冒出来一串 那可能黑鱼就在捕食什么东西 那你在这附近放下那个鱼饵的话 钓黑鱼就十拿九稳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发现一个鲑鱼就是在水温相对比较低的时候 黑鱼不是非常的活跃 换一句话说就是它不会像大夏天 它会jump out 突然就是跟着你的那个夹耳什么 它追赶的很凶 就非常grasile在夏天的时候 但在早春晚秋的时候 它行动相对的比较缓慢 所以不同的季节 钓黑鱼的方法有一些不同 如果你在天比较冷的时候 你用路亚钓的话 你不能跑得太快 你得用那种非常缓慢的那种方法来钓 如果你擦一下走过去了 这个黑鱼指定不会追过来 夏天的话它不一样 夏天你走过来 它啪就跟上来 然后它就jump out 它会grab你的bait 所以不同的季节钓法还有一点点不一样 如果我们了解了以上的那些黑鱼的特征之后呢 我们也就比较容易能够找到黑鱼 那么接下来 我就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钓黑鱼的那些方法 那么第一种方法就是 火耳 Live Minnow 这个方法最简单 而且基本上任何时间都可以用 下面我就跟大家具体操作一下 我是怎么设的那个Live Minnow的吊主 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做 这里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钓黑鱼 如果用Live Minnow的那个setter 我会用一个非常细的钩子 那种非常深 那个很细很细的细钩子 嗯 然后 线呢 如果这个主线一主线 我也很少用超过15磅的 这个是15磅的线 一般我会加一个小的连接器在中间 然后 把那个 这个小钩子 挂在上面 挂在这个连接器上面 然后 上面加一颗很小很小的 线锤 像黄豆用一个小线锤 这样子 后面一个小钩子 钩子后面呢 挂一个Minnow 上面呢 放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浮标 一个小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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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千锤和浮标之间的间距呢 嗯 一般 只要 一尺 最多也不会超过两尺 就根据当时的水深 嗯 有个非常关键的就是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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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now不能碰底 你必须悬在半水当中 或者悬在 悬在那个 靠近 嗯 水比较表面的地方 我一般都 放在大概一尺 到一尺半左右的水深左右 那么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你这线是不是太细了 嗯 其实我们用的是 嗯 Live Minnow 我们希望这个 Minnow在那个 嗯 钩子上 它可以 自由的移动 来回走 如果你的线太粗的话 那小鱼很小 然后它会 就会 就会 就动不了 牵制太大 阻力太大 如果你的线比较细 嗯 牵锤很小 扶标也很小 小鱼挂上去以后 它还能牵着你的扶标 你就在周围游来游去 这会呢 晃动的比较自在 比较自由 这样的话可以 Attract很多 嗯 在附近的鱼 嗯 Live Minnow的关键就是 Live 你必须Keep这个小 Minnow live 这就是为什么我用 这个细 很细的小钩子 嗯 有些朋友可能用一些很大的 很粗的线 很粗的钩子 把Minnow挂在上面 嗯 很快这Minnow就死掉了 你挂在上面就像一坨死肉 嗯 也我还甚至看到有朋友 他们挂两条Minnow 在一个钩子上面 嗯 这样的话你就 就失去了那个Live的意思 所以他们呢 钓的成功率相对就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个人喜欢 嗯 比较细的线 那么 黑鱼牙齿非常的厉害 赶紧把它换下来 一般的像这种15磅的线 你钓个三四条黑鱼肯定没什么问题 一旦你发现有受损 就是换一个线 那这样的话 嗯 效率会 嗯 我个人感觉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穿那个Minnow 其实这个也比较有讲究哈 这是一条Live Minnow 我们穿的话 不要把那个从 从下面一直穿过来 把它嘴巴给封住了 这样的话小鱼就很快就死掉了 我一般的穿 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小鱼嘴巴打开来 有的时候它打开了以后 从下面穿上来用这个方法 小鱼嘴巴还是开着的 它呼吸还是可以 所以它可以存活非常非常久 嗯 然后线很细 然后它在水里面到处挣扎 它会引起一些Vibration 那么周围方圆 嗯 比较大的水鱼的黑鱼都会引起注意来 那么还有一个那个挂Mino的方法呢 就是挂到背后 背后注意了不要把那个正中间 正中间有个脊椎骨 你要把脊椎骨弄断的话 小鱼也很快就死了 没需要挂在上面 一段肉的上面 嗯 不要挂到那个 中间的那个脊椎骨 那这样的话小鱼也可以活很久 然后你放在水里面 它会在那里 嗯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嗯 如果有黑鱼的话 它很快就会来attack 这个就是我和朋友一起用小钩子 小浮标钓黑鱼的视频 啊 快点快 辛苦了 哈哈哈 哇 真是咯 呀 啊 呀 哈 呀 呀 呀 了不起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暂时就做到这儿 下期视频我会继续 关于用路亚钓 黑鱼的那些经验和体会 应该也全部都是干货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尽量的做得紧凑 用最短的时间提供最多的参考信息 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 转发给你的朋友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